我的天哪 你吃过这种软乎乎的油条玉米包子吗 捏起来弹弹的超解压 有个小伙子把这种油条剪开 竟然发现里面有一个迷你烤面包机 小小的特别精致 据说到了午夜十二点 它就会自动烤出香喷喷的面包 只要吃上一小块 就可以十天都不饿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竟然有这种软粘粘的油条包子都预粘 我怎么就从来没吃过这种早餐啊 小伙伴们 你们吃过吗 最主要的是这种软粘粘的早餐里 竟然能抽到烤面包机 夜十二点 这种迷你烤面包机 就能烤成香喷喷的面包 只要吃上一块小小的咪咪面包 就能十天都不饿 这也太神奇了 小伙伴们别着急 先让姑姑我去小外部帮你们一探究竟 看一下有没有这种软粘粘的早餐 天哪 包子包 它真的我在小外部 找到了这种软粘的早餐 有玉米 包子 有这么多油条 每样它只有两个大餐 不过人家根本不是什么早餐 而是一种解压面面乐 捏起来超级软 特别解压 这个包子简直就像嫩豆腐一样 太好拉了 对了 咱们也赶紧来转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迷你面包机 那咱们就先从这些小油条下手吧 我捏你 捏出来 这是啥呀 看起来是个小盒子 起来的以后 竟然是一颗苹果 这一上面还标了价值十块钱呢 打开来说说 我的结果也太小了吧 不过红葡葡的超可爱 再来一个薯条 我捡 奶油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起 妈爷 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奶油 那我来找一尝 这奶油里面什么都没啊 我刚才只找到了一颗红葡葡萄的小苹果 我想还是来看一下这香葡葡的大包子有什么办 这个大包子 香的我都馋了 不知道里面包子是什么香的 捏起来超级的软 像气球一样 咱们赶紧来捡开看看 我捡 这里面竟然是像冰沙一样的东西 那就把里面的冰沙全挤出来 挤 这是什么呀 堵住了 又是一个小盒子 这小盒子也自然是 像个梨子 为啥这梨子的屁股长得这么尖呀 感觉顺便就能炸死人 对了 我还有一个大包子呢 来看看这这里面是什么 捡 出来吧 红色的 这是 里面是草莓 这可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啊 有没有小伙伴们和各位我一样喜欢吃草莓的 两个赞仔让我看到你们 小伙伴们我都已经抽到三盒水果了 可是还是连面波机的影子都没见到 难怪在最后两个油条的玉米里吧 咱们一起来找一找 滚开这根油条 我急 里面没了 这一坨奶油里 不像油东西的样子啊 看来这油条是浪费了 没事 咱还剩最后一个玉米呢 老师们继续点赞赞 我相信啊 这个玉米里一定能找到宝物的 我点 烤箱烤箱快出来吧 这是 又是水果 这一只是青苹果 一看就特别酸 我才不要吃呢 这完没挤完呢 我们再继续找找 什么事啊 哇 全面包烤箱被我找到了 这也太迷迷了 还没我的掌心大呢 看起来好精致啊 还有排气孔啊 别急 还要我去帮他借一下 事已完毕了 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哇 竟然是双层烤箱啊 和我家的大烤箱一模一样 看着最后的黑特地啊 听说他到晚上12点的时候 自从烤出迷迷面包 不许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我刚才心里的时候 里面浸了一点水 那先放在这里要干 等到晚上12点的时候 看一看 好香的面包味啊 这大半夜的谁在烤面包啊 我去看看 嗯 没有人在烤面包啊 这个香味是从哪算发出来的呀 嗯 好像是这个啊 其实是个超迷你的面包机 这里面还有面包呢 这个香味也太香了吧 我们就把它打开看看 这个面包闻起来也太美味了 尝一个试一下吧 哇 这个太好吃了吧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包 是不是感觉有点胀 几个小时之后 啊 我的天啊 怎么会这么腿啊 不行 我得去压房 我的天哪 你玩过这种面包慢回弹吗 不管把它捏多扁 都会恢复原状 有个小伙子把这种面包剪开 在里面竟然发现了一枚米米面包机 据说这枚面包机 在每天晚上12点 都会烤出两片米米面包 吃完米米面包 就能瞬间增高10厘米 真的太神奇了 真的假的呀 面包慢回弹里竟然还有面包机 这也太厉害了吧 最重要的是 这种明显的面包机 会想每天拿着12点的时候 整是烤出两片面包 吃了这个面包 还能找到10厘米 我要是能增高10厘米的话 那极快原谅我的超模糊了 就冲着这个10厘米 咱们给你带回来试一试 马上再带 老师们 新鲜的面包慢回弹 你们走回来了 我们一共拿了8环面包慢回弹 每一块都是不同的面包 赶紧开始来新找面包机 这么多的面包 咱们每个大手呢 要不你先从我平常最爱吃个土色 要不要大手吧 不许王啊 这也太松懒了 闻一闻 真的是面包的香味啊 诶 这里面怎么有一个 那么多东西啊 诶 等会来看看 咱们先给它来点个小猴子 这连里面和面包都很像啊 自开 诶 里面好像有个东西 真的是华寿饼吗 这华寿饼也太小了吧 诶 这里好有两个华寿饼啊 拿出来 咱们再往里面找一找 诶 这里还有一个咖啡呢 这是什么 真正啊 这连自己的迷你插着啊 虽然小小一块 但应该直接跟着什么吧 这最上面竟然还有个插盘 这准备的也太重大了吧 只有这些东西 一个下午就来得及成啊 虽然啊 迷你小人的下午茶 什么下午茶有什么用 我们今天要出到面包机 还是来看我的吧 我要来一个最喜欢的波罗帽 先来听一听看 我感果然是万灰疼啊 瞬间就变饱满了很多 这首感也太作然了 我们先来讲个小口子看看 这里面该不会藏有面包机吧 我都快说了你爸爸 怎么也没有发现他的语字啊 那怎么没有吧 咱们一丝到底 啊 过去 能落成那个超级神奇的面包机 搞得半天竟然是个电子称 我要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这么小的称 能称个啥呀 萌萌虫 手自面包 牛角包 这三样 小伙伴们你们最喜欢是哪一样吗 那就先来的牛角包吧 咱先从头上给牛角包剪开 我死了 这书王瞎死了 这里怎么有个硬硬的东西啊 咱们也把这一片撕开 嗯 这是什么啊 把它给挤不下来 竟然是个电饼呢 里面还有一袋小红饼呢 好可爱啊 除了电饼呢 好像就没别的东西了 那我来出个萌萌虫试试 这个萌萌虫看起来也太递生了吧 我的天 再徒手撕开它 拜托这次一定要给我抽到啊 难道是在鼓里面吗 见真奇迷的这个刀啊 诶 这是什么呀 这难道就是产品上的面包机啊 哇 这个造型怎么看起来 跟视频里的不太一样啊 就连这个机身也是塑料吧 我竟然抽到豆干面包机了 这哪个面包机是那种金属质感的 我再来精试一试 我看这种小鸟脚包 贼嘟嘟的 这里呢 应该有好东西啊 简开 这是个搅拌机啊 里面还有勺子和盆呢 我看了 这也太精试了吧 我再一家抽到的搅拌机 我感觉我马上就要抽出一个厨房了 让我来解开这个甜铁铁 感觉抽中的几率越来越大咯 拜托一定要给我抽到啊 诶 没想到面包里面 竟然还给我好看鸡蛋啊 这抽到最后越来越离谱了啊 还是一般没有撕呢 快点小鹿我点点赞的 怎么好运吧 这个吃啊 竟然是一袋面粉啊 鸡蛋配面粉 是想让我喝蛋糕吗 没想到嘘嘘的嘘 竟然在这个手机面包里面啊 赶紧出来看看 还是一样 咱们点个小口子 感觉有点不高兴望啊 这手机面包 感觉很难撕呢 七十四 咦 这个 哇 又高兴 吃了那个面包机 你不容易啊 这手机这玩意也太高兴了啊 这么好迷你一只啊 等到晚上十二点 他终于跑回来面包呢 那就十二点 终于我再来看看啦 什么又是这么下啊 哇 这么小的面包机 上面哪有献火出来的面包呢 让我来尝一下